静后点晃的话请原谅好 所以说像这种路 挂子的优势直接就很明显 优势啊挂子 挂子的车牌被吹跑了 刚才挂子的车牌 直接就吹掉 可能受到电波以后就被风吹掉了 我们坐到车里面还挺享受的 你看看外面 我靠 不过哪怕就是跑点十字路也行 反正风吹不到就行了 我这人最讨厌最讨厌的是风 因为它会把发型吹乱 过瘾 很过瘾 坐车很过瘾 太傻了 你看这天空 就是弥漫着那个黄沙的那种感觉 就完全和新疆的北疆 然后那个西藏那种感觉完全是两满 新疆有句话这样说的吗 吐鲁饭 吐乱饭吗 吐鲁饭 吐乱饭 这些什么东西 我车顶上的帐篷 是车顶那个吗 是吧 车站那个 然后过了这个土粮一直就在下坡了 下坡了以后就到吐鲁饭盆地了 下坡了以后就没有缝了 对 一到盆地以后它就没有缝了 现在已经开始热了 对对对 明显感觉到热浪滚滚的那种感觉啊 虽然说今天没有太阳 但是乌鲁饭 不是 吐鲁饭的温度还在43到44度 然后现在已经是快6点了 剩15分钟6点钟 现在温度还这么快 这就是吐鲁饭 如果你真的想亲自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这种热浪的话 只有你亲自和我 哇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刚才那么大的大风 然后我们上到这个梁子上 现在往下下的时候 已经就没有风了 哇操好热好热 现在我们在 吐鲁饭这里加油 哦 看一下看一下书边上的梁子 感觉的是两重天的那种感觉 死吧 我操这少要天气啊 还在往上走 49 34.9 这个路才是跨着要走的路 太烧了跨着 35.5 涨了一度了 一直在往上走 35.6 都没用力跑好跑 比咱们那天晚上那个还大啊 大多了 海南 海南有这么多 那天晚上我都没这么紧张 今天被大车一过大车 呼 这种感觉 所以吗 我立马让你们下到下面多少来去 没有大车的时候 我偏个半米 大车一过来 七个半一米多 对啊 我感觉我在甩了 我停下来给他打电话 我说那个 呼吟 呼吟的大 我早就想下去了 我才我可了不住了 文校是最猛的 今天第一天骑行 然后就遇到这么猛的 接下来那都不是事了 可惜你已经马上你的骑行 马上就完了 这也那么凉 唱个当军 淵星吃钟俠聊一颗葡萄 过园的姑娘啊 啊呢儿喊торов 我也尽心陪着绿色的笑苗 一来了血水把它搅滚 打起那汤架让阳光照耀 葡萄耿耳扎根在卧土 长长芒儿在心头缠绕 长长的芒儿在心头缠绕 喜欢摩托车吗 喜欢 你长大后想骑吗 想 想骑着摩托车去哪里 环游世界吗 是 你要带着你女朋友一起吗 是 大家好 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的老男孩 今天很有幸和老男孩 从乌鲁木齐到葡萄班200公里 在这个骑新的过程当中感觉非常饱 只可惜的是我只能骑着两本 后面就不能骑了 希望第三季的时候 我能跟老男孩一块再次踏上鲁木齐 用车龙字 用两支剑 散步 脑子 今天是8月1号 老男孩出来的第45天 现在我们在吐鲁番的葡萄沟 昨天我们就是睡在这个葡萄家底下的 抬头全部都是葡萄 随便吃 好大的好接地气的窗 安纳尔古丽庄园里面非常有特色 丑的人起那么早干嘛 丑的人还在睡觉 帅的人早就起来了 他推着过的运气真好 现在我们在吃早餐 老婆是哪啊 是新疆的 是楼兰古丽庄园 哦楼兰古丽庄园里面 这个是胡总的车 胡总也是一个跨日迷 鲁番银杆摩托 祝老男孩越好成功 耶 现在高达火焰山 远处是一个大金钩棒的一个温度计 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热 老男孩现在已经抵达来到火焰山 我后面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电视里经常演的火焰山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我们就直接去哈密 哇休息一下 这里实在太热了 跳 真的跳啊 吐鲁番银杆摩托经销商 胡总给我们买的葡萄 这就是魔女 累病快乐 还有三百多公里到哈密 我们就等下一个大金融